回想起这两天的退款经历 姚女士满腹委屈 而事情的起因还得从2021年说起 不久后由于工作原因不常回关山湖区 直到现在卡里的钱也只消费了600多元 于是姚女士准备将卡里剩余的钱退回 可店家的态度却让她难以接受 随后记者陪同姚女士 来到这家理发店了解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家店已经更换法人 而姚女士充值的钱并不是他们收取的 把店接过来你们账是清了的吗 他们充进来的费用是可以使用的吗 就是他不在你们店用这个卡拉 为什么不能退呢 第一他钱不是在这个店充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这个也是刚刚转过来的 在姚女士看来 商家内部人员的变更 并不能作为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理由 随后他将情况反映给了 关山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一定要给你处理这件事情 下不我们就可以这个 就是商家用时间我们可以商家 可以调查这件事情 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理发店工作人员的说辞是否合法呢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店家那边说的法人更换的这个理由 就是以这个作为理由不给他退的话 这个他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法律情形的 因为他充值的话 他是跟他们的店 相当于他是跟店铺之间发生这个法律关系 这个更换他是不影响 就是和对外的这些消费者进行合作的这种关系的 所以说法人更换并不影响他们继续的合作 他法律关系还是存在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